大家好,歡迎來到聖經吉甲 我們的使命就是聖靈更新,活出聖經,合一榮神 我們邀請你加入我們的Discord討論區 今天是星期日,會繼續講科學和數學 而今節就要講到態度了 我們繼續圍繞聖經的創世研究 從科學家和數學家的角度來看 好吧,但以理書第十二章就講到 《米加勒,捍衛以色列,明錄於賊者,必蒙拯救》 第一節,第十二章第一節 是那時候,保護你本國之民的天使長 米加勒必站起來,並且有大艱難 從有國以來,直到此時沒有這樣 你的本國的民宗,凡命錄在賊上的,必得拯救 遂在塵埃中的,必有多人復醒 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遠被憎護的 智慧人必發光,如同天上的光 那個令到多人歸異的,必發光如星,直到永永遠遠 但以理啊,你要隱藏這個話,封閉這個書 直到末時,必有多人來往奔跑,知識就必增長 這個第四節,裡面講到的奔跑 其實是講的切心研究 而這個話,所指的就是 但以理書後一半的預言 而這書,就是指全本但以理書 隱藏的意思就是,含有穩妥,收藏,保護好的意思 以至到不自破壞的意思 所以神給但以理的吩咐 就是要祂小心保護神的預言 不要損壞,直到末期主在來的時候 要求勤啊,必有願意追求明白神的預言,啟示者 在這裡有一個多人這個字 在原文當中沒有這個人這個字 而解經家認為這裡這個多字是指人的眼睛 所以就是指在末世的時候,必有很多人的眼睛 在書上逐頁、逐字、逐句 切心或細心研究 來往奔跑就是指頭腦反覆思想和運用 這樣對於神的預言、熟靈的知識就必增長 就事實來說,現在無論是猶太人還是基督徒 研究聖經預言的知識、興趣和相信 都是超過往式,而且大有增長 特別來到Youtube的時代就更加瘋狂 因為很多片看的 話中之光 第一,神的歐悲隱藏多時 現在正直末世 正是叫到我們知道 神旨意的奧秘的時候 以忽所說第一章八照第十節 這個恩典是神用了各種各樣的智慧和聰明 匆匆足足的賞賜給我們 都是照祂自己所預定的美意 叫我們知道祂旨意的奧秘 要照著所安排的 在日期滿足的時候 令到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裏面同歸於一 話中之光第二點 知識的增長 助於多廢苦工 但是真正屬力的看見 有賴於次人智慧和啟示的靈 以忽所說第一章十七到十九節 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神 榮耀的父 將那個賜人智慧和啟示的靈賞賜給你們 令到你們真知道祂 並且照明你們心裏面的眼睛 令到你們知道祂的恩兆有多麼大的指望 祂在聖徒當中得的基業有多麼大的風聖和榮耀 並且知道祂向我們這些信主的人所顯示的能力 所顯示的能力是多麼浮大 所以我們要以科學和數學的角度來研究聖經 整本聖經我們研究的時候分了三個層面 就是神學、哲學和科學 我們來到科學的世界 科學是屬於哲學的知識論和邏輯學的 再說一次 科學是基於觀察、實驗和驗證的體系 之在研究自然界的現象、規律和原則 而科學涵蓋著各種科學的學科領域 比如說是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天文學等等 而科學的方法就強調觀察、量測、假設、實驗和理論的建立 好像溫書一樣 溫一次 科學的基礎就是哲學的知識論和邏輯學 是從法文的問題去沉索神學、宗教上的答案 而科學的工具是數學 數學可以用來描述和解決自然科學、工程、經濟學等等領域的問題 亦都可以作為一種純粹的思維活動 探索抽象的邏輯和美感 而數學在科學當中扮演著關鍵的角色 因為數學能夠為科學提供一個精確結構化的language、語言和工具 可以用來描述和解釋自然界的現象 而數學的運算能力和邏輯思維 亦都能夠令到科學家能夠從觀察和實現中提取出關鍵的規律和關聯性 接下來我們講到數學史 什麼叫做數呢? 而這個數學史是包含在科學史中的 為什麼呢? 因為數學其實是科學的基礎之一 並且在科學發展中起了重要作用 而同時科學史也包含了其他學科 比如說剛才所講到的 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和天文學等等 涉及的範圍是更加廣泛的 所以是科學包含了數學 而不是數學包含科學 所以是科學包含數學 而因為科學史的研究範圍更加廣泛 所以裡面其實也包含了一些科學的思想 科學家的貢獻 以及科學和社會之間的關係 什麼叫做數呢? 其實數這個詞語是一個西方希臘語的詞匯 意思就是說學問的基礎 而這個數這個詞緣 源自於科學、知識、學問 所以這個數就是學問 而創世紀當中這個數裡面一些基礎 就是比如說時間 包括日期、季節、年 在創世紀第一章第十四節裡面說 神說 天上要有光體 可以分就夜 做記號 定節令 定日子 定年歲 並且要發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事就這樣成了 我們看這一段呢 最簡單的理解就是 神做光體的目的 就是要做節令 要定節令 日子、年歲 所以是有目的的 而史前的人類就已經嘗試 用自然的法則 來衡量 物質的多少 時間的長短等等 抽象的、數量的關係 而這種的算術呢 亦都是自然地來產生了 其實在古代的石碑呢 能夠證實到 其實古代 或者上古時代呢 已經有幾何的知識了 說到這個數 那這個源頭又是怎樣呢 就是來自這個數 量 和形 數學的思想 起源於數字 本質的模式 大小 和形式 等等的概念 所以數本身呢 是一個概念來的 而對於動物認知的 現代研究就表明呢 這種數的概念 並不是只有人類獨有的 這個數這個概念呢 本來呢 就是這個狩獵採集的社會 或者這個族群社會 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來的 數這個概念呢 是隨著時間的推移 逐漸演變的一種想法 得到了語言的支持 而這個語言呢 就保留了 各一啦 二啦 和多 之間的區別 但是呢 就不保留大於二的數字 好了 那跟著呢 我們要看 就是數 和科學的態度 我們所面對的 我們所面對的態度呢 從來都不複雜的 就是神喜歡 還是神不喜歡的 神喜悅的 和神不起悅的態度 神喜悅的 數學和科學的態度呢 就是透過觀察 欣賞 大自然的創造 從而參與 管理大地的工作 並贊理神的創造 在創世紀第一章 第28節 神就叫人類 要治理者地 也都要管理海裡的魚 空中的飛鳥 和地上各種行動的活物 但是神也有一方面呢 是不喜悅的 就是透過挑戰 反抗 背離 從數學 和科學裏面 來挑戰神的權威 比如說 星相學 占卜 毛術 藥草等類的 我們也都會引用了 以樂書和希連書 也不會全部引用的 但是呢 裏面有提到 就是一個墮落的守望者 我們看回創世紀第二章第17節 神說 只是分別善惡樹 或者這個知識樹上面的果子 你不可吃 因為你吃的日子 必定死 而這個魔鬼 就是挑戰神 反抗神 也都引有人去背離神 所以這個呢 就是神不起穴的態度 好了 在這個研究的時候 我們首先假定 究竟伊甸園究竟在哪裡呢 我們近期呢 就把這個 Youtube的連結 就放了出來 就有一個的外國人 去了這個沙地阿拉伯 去找這個比順河 比順河呢 就是伊甸園的四條河流之一 現在呢就是隱藏了 因為乾址了 而這個 影片的製作人 就去了找這條的比順河 所以我們就假定呢 伊甸園呢 其實就在蘇美 甚至呢 就是波斯灣這個地區的 假定來先 然後呢 我們再去講呢 就是大洪水前 我們看整個歷史呢 包括就是前面的就是 舊約的時代 後面的就是新約時代 我現在講的 就是從創世開始 搭進去就是大洪水前 這個上古時代 其實這段的歷史呢 的文獻和遺跡呢 就非常之稀少了 而我們要了解這個時期的人類智慧 就需要從各種的神話傳說 一些考古發現 一些地質的證據等等方面 來推測和探索 所以我們現在這次的影片呢 我們只能夠從以下幾方面來著手 包括就是創世記 雅薩爾書 以諾書 和希連書 其他比如說 地球簡史 蘇美的泥板等等 這個之後才繼續研究 我們當然是首先講聖經的 而聖經呢 就是創世記 有記載的時期呢 就是這個史前文明呢 就只出現在創世記第四章 也都只有是這一段 那麼第四章有提到史前文明呢 大約是這樣的 就是說 該人呢 就起了一座城 就按照著他兒子的名呢 就將那座城的名字 就叫做以諾的 那麼以諾生以拿 以拿呢 就生了米戶雅利 米戶雅利呢 就生了馬土薩利 馬土薩利呢 就生拉蜜 拉蜜呢 就娶了兩個老婆 一個呢 就叫亞大 一個叫洗拉 而亞大呢 就生了雅伯的 那麼其實呢 古代啊 我們也都會知道呢 其實呢 他們會把那個 兒子的名字呢 就會安在那個城裡面的 那麼所以呢 我們知道呢 其實這個的源頭啊 這個習俗的源頭呢 是來自該人的 然後呢 下一段呢 就是這個的文明了 包括就是 亞伯呢 就是住帳篷的 牧養生畜的人的祖師 亞伯的兄弟呢 就叫做尤伯 他是一個呢 一切彈琴吹燒之人的祖師 而洗拉呢 又生了土伯該人 他是打造各種各樣銅鐵利器的 那麼這裏呢 就一個的亞當的家譜啦 我們來看該人那邊 該人呢 就是生以樂之後呢 就是起了了城 就以以樂的名呢 就位列成安名了 從此 就有了這樣的傳統 那麼去到呢 美索不達米亞呢 都是有這個傳統的 就是來自該人的了 那麼 而拉脈呢 就是人開始呢 就取多妻 而且就自誇啦 又有惡毒的 而去到雅伯 尤伯 土伯該人呢 就是三種不同的文明的祖師了 所以就是這一章裡面所講到的 創世紀史前文明呢 就講到有幾樣的文明啦 首先呢就是建築業的祖師呢 就是 該人 建了第一座城啦 那它裡面呢 其實是包含了 有泥 和磚的科技 可能呢 是有石器的 第二呢 就是這個 橡棚 和畜牧業的祖師 所以呢 可能呢就是這個 農業 和畜牧業 另外呢就是這個 彈琴 吹燒的祖師 就是音樂 和文化 是一個敬拜神的制度 也都提到天命的 第四啦 就是打造銅鐵祖師 可能呢是一些紅銅 或者是青銅文明來的 但是這個是 大洪水之前的文明喔 但是如果單從創世紀 你又了解史前呢 就再沒有其他記載的了 所以呢我們眼前呢 就是從這幾方面來著手了 包括呢就是 雅薩爾書 爾諾書 和希連書的 如果你不相信 不要緊的 但是既然有 東西在這裏呢 那我們就可以 去看一下 究竟這幾本書 講的是什麼 喏 剛才所講到 神吳喜悅的 就是透過 挑戰 反抗 和背利神 挑戰神的權威 比如說 星上學 占卜 毛術 藥草 等等 而這些呢 是來自墮落的 守望者 首先呢就講到 最初的 世代 就是 施特 以羅氏 那一代 以羅氏的名字 意思就是 軟弱的人 原來呢 不是指以羅氏 他自己是個軟弱的人 而是那個 世代呢 是個軟弱的人 雅薩爾書第二章 講到 施特 活到一百零五歲 生了個兒子 施特 被他起名 叫以羅氏 就說了 因為那時的人的兒子 開始生養眾多 但是呢 他們就背叛 叛契神 心 就被虎待了 以羅氏的日子 世人 營救 叛契神 令到耶華的怒氣加增 那些人呢 就走去 侍奉別神 人又忘記了耶華 在地上 做了他們 而那些日子呢 人的兒子們 就用銅 鐵 木 石頭 做帳 跪下來 侍奉他們 好了 接著呢 再下去下一個 世代 那這裡呢 就指著 以羅的世代 我們來看以羅書第六章 講到天使的墮落 第一節 在那些日子呢 人的兒女 在世上多起來了 有些人呢 生出來呢 就非常之 美麗動人的女兒 而天上的兒子 就是這些守望者天使呢 看到這些女孩子這麼漂亮呢 就想要得著他們 他們彼此就說 來啦 讓我們從人的女兒當中 挑選妻子 生兒養女 那他們的領袖 就是墮落天使之一呢 就是阿薩摄勒 就對著大家說 恐怕你們日後 說會不贊同這樣做 我就得獨自承 這個極大的罪 但是他們呢 這個他們呢 就是守望者 一致回答她說 讓我們一同起誓 並以咒語約束大家 不會放棄這個提議 我們言出必行 於是這一班的守望者 一起起誓 並以咒語彼此約束 第七章第一節 所以這班的守望者呢 就為自己取妻 守望者呢 就是各自選一些女人 並開始跟他們交合 他們呢就教女人呢 學習幾樣東西了 包括是醫藥 法術 咒語 根部的切割法 以及有關植物的知識 其實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首先指著毛術 醫藥呢 就是草藥 而草藥呢 在這個毛術的世界裏 最主要的 就是草藥 對於人的腦 比如說迷幻啊 看到什麼畫面呢 這種呢 就叫做草藥 或者叫做藥草 是用來迷幻人的 好像毒品一樣 現在毒品都是這些來的 但是這個呢 牽涉了有毛術在裡面 好了 第八章 第一節 阿薩瑟勒也都教人做劍 做刀 用盾牌 做這個護胸甲 他給他們人類呢 所簡算的人呢 就展示一些 手額啊 飾物啊 用剔做的眼影膏啊 裝飾品啊 眼皮的美化品啊 各式各樣的補石啊 以及各種賞飾用的顏料 那我們可以想像到的 就是說這個阿薩瑟勒 這個守望者呢 怎樣令到人離開神呢 就是製造武器給男人 給女人的呢 就是要令到女人 不停地去裝美 而直到我們現在這個世代 這些東西呢 仍然都是盛行的 這個也是來自 這個邪惡裡面的 這種的貪欲 貪欄 欲望 第二節 所以呢 有很多惡人呢 就是犯奸人 和作惡的 他們的行為呢 盡都是惡了 然後呢 還有一大群的守望者 各自都有他的名字 包括這個第三節 裡面說到 阿瑪士拉斯 教授咒語 和根部的切割法 究竟這個根部所指的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身體的部分呢 然後呢 就是阿瑪羅斯 就是教授解咒的方法 巴拉基爺呢 就教授占星術 可拉卡爾呢 就教授神跡歧視的知識 就是類似行法術 那譚爾呢 就是教授觀星法的 而阿斯塔綠呢 就是教授月亮的軌跡 和騙術 而後面這裡呢 都有這個 AL EL 這個L呢 都是神的名字 就是代表那個是神 第四節 而大人們呢 就大聲呼喊 他們的聲音呢 就是直達天上 那所以呢 這一班的搜望天使呢 就是墮落的搜望者 墮落的天使 就教人呢 知道這些東西 那所以這些東西呢 全部呢 都是神不喜歡的東西來的 那所以呢 我們之前都有介紹過了 其實這些東西呢 到現在呢 就是無術咯 那所以無術呢 是神呢 不喜歡的東西的 而其中呢 這個的 占星術的占卜呢 也是神不喜歡的 好了 接下來呢 看另一本 就是欺連書 欺連書裡面講到呢 大洪水之後呢 發生了一件事的 就是閃的兒子 阿法薩呢 就生了個兒子 阿法薩給他起名呢 就叫蓋藍 去到第八章一到第四節 就講到蓋藍 發現 尖聲術的傳統 看看裡面怎麼說 在第八章第三節就說 蓋藍 偶然發現 先祖黑下來 在石頭上面的文字 讀了 抄了下來 就這樣 他就犯了罪了 所以犯了什麼罪呢 這裡說 因為黑在石頭上面的字 就是這班守望者的教導來的 是關於怎樣觀天紹的 就是怎樣按著日月星神 和天上的記號 做占卜 將他這個觀哨的教導 抄錄了下來 又不敢告訴別人 他就怕羅雅知道這件事 會向他發怒 所以蓋藍呢 所發現的這個占星術呢 是神不喜歡的 所以說明了 占星術 占卜 是神不喜歡的事 所以說明了 好 我們繼續擴大下去了 去到馬土薩拉 去到羅亞的時代 這裡說到馬土薩利 馬土薩利其實是該隱的那邊 就不是說 塞特這邊的馬土薩拉 所以來到這個 雅薩爾書第二章 就說到馬土薩利的兒子 拉麥就和蓋藍結親的 這個蓋藍呢 反而就是塞特的家譜 就不是剛才所說到大洪水之後的 閃的家譜那個蓋藍 這裡說到就是塞特家譜的蓋藍 就是大洪水前的 閃家譜的蓋藍呢 就是大洪水之後 我們看回這個家譜 所以說這個馬土薩利的兒子 拉麥就開始娶妻 而其中一個妻呢 就是塞特爾羅士的兒子 蓋藍 所以在這一邊 拉麥娶了 她的兩個女兒為妻 阿大懷孕並生了一個兒子 叫做雅伯 她又懷孕生了一個兒子 起名叫做尤伯 而她的妹呢 洗拉呢 在那些日子 不懷孕 不生育 那其實是什麼意思呢 有一種說法 這裡我們看到 恩惠神的命令 在創世紀第一章 第28節說 要生養眾多 遍滿全地 而這個洗拉呢 在那些日子 不懷孕 不生育 可能是刻意反抗神的 所以雅薩爾書第二章 第十九節 接著說 就是說 那些日子 人的兒子們 開始違背神 違背他所吩咐阿當的 就是在地上 生養眾多 所以我們看回前面 所以看回這裡 是該人的後裔 馬土薩利的兒子 拉麥在這裡 開始 人 開始 多妻 而且是自誇 和惡毒 好了 那我們再看到二十節 就是說 有些人 被他們的妻子 喝了藥水 那我們可以想像到 這個藥水 剛才所說到的草藥 就是可能是來自這個守望者 就令到他們不能生育 為了要保持體型 美容 不消滅 當人 被他們的妻子喝了的時候 洗奶也喝了 而懷孕的女人 在丈夫眼裡 就好像寡婦那樣可憎 而他們的丈夫 雖然還活著 卻不被生育的女人 所吸引 很可能 這種藥水 令到他們 只能夠 和守望者結合 所以有可能 是來自守望者的陰謀 第三節 當年日將盡 洗奶 年紀老邁 耶和華 令到他生育 他懷孕 生了兒子 他給他起名 叫做土伯蓋人 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 全能的神 令到我在衰敗之後 得著了他 然後他再生了個女兒 叫做那馬 因為他說 我衰敗之後 有了喜事 好了 我們補充一點 就是這個 創世紀第四章 去到第22節的尾 就可以出現了這個名字 就是 土伯蓋人的妹 就是那馬 所以 聖經裡面 是有講到這些名字 補充這一點 繼續回來看 雅薩爾書第二章 第26節 是拉麥年紀老邁 眼睛芬花 他兒子 土伯蓋人 帶著他 有一天 拉麥走進去田裡 土伯蓋人 跟他一起去走 走的時候 因為拉麥已經是年老了 看不清東西了 而土伯蓋人 尚是年幼 而亞當的兒子 蓋人 向他靠近 蓋人 就是相離上遠 土伯蓋蓋人 就告訴爸爸 叫他拉公 用箭 殺死了蓋人 他就殺了他 因為他的形狀 好像野獸一樣 就殺了他 第28節 箭 遠遠的射入 蓋人的身體 他就 仆倒在地上 死了 耶穆華 按照著蓋人 所行的惡報應 他 就是他向他兄弟 阿伯所做的 就是按照耶穆華 所行的 所以他就死了 到了30節 蓋人死了之後 拉麥和土伯蓋人 就想去看他們 所殺的動物 竟然看到他們的祖父蓋人 就跌倒在地上 死了 那拉麥就因著做了這件事 就極其憂傷 就用兩隻手 拳打 打死了他兒子 那拉麥的老婆呢 就聽到他做了這件事 想要殺死拉麥 那拉麥的妻子們 自那天開始就很討厭他 因為呢 他是殺了該人 又殺了土伯該人 所以呢 那些日子呢 他的老婆呢 就和他分開了 又不聽他說話 拉麥呢 就來找他兩個老婆 逼他兩個呢 聽他說這個事 他呢 就對著亞大 和洗拉說 哎呀聽我說啊 細聽我的話語啊 因你們以為 是說 我以鐵器殺了無罪的壯年人 用掌擊殺了無辜的少年人 只是我確知道我已經 連腦發白 眼睛分化 我是誤殺的 我是不想這樣做的 那拉麥呢 的妻子們呢 就相信了他 並且照著亞當所出的主意呢 就回到拉麥那裏 那只是呢 從那天開始呢 就沒有生育了 只是知道 那些神對人的憤怒呢 就加爭了 要欣著他們的惡行 要用大洪水毀滅他們 而該男的兒子 馬勒烈呢 就活到65歲的時候 生了雅烈 雅烈呢 活到62歲的時候呢 就生了以諾 那這邊呢 就是塞特的後聚啊 所以回到這邊了 就是該男生生了馬勒烈 跟著馬勒烈呢 就生了雅烈 雅烈呢 就生了以諾 以諾之後呢 就到馬土薩拉 那所以這裏呢 是講著 兩邊不同的家譜 的故事 那去到第四章呢 就講到塞特的家 那那些日子 馬土薩拉的 馬土薩利的兒子 就是這個拉麥呢 就活到160歲 而阿當的兒子呢 塞特呢 就死了啦 那所以呢 就從這個 該人的故事裡面呢 就過來 這個塞特的故事這邊了 第十節 那塞特呢 就活到920歲年呢 就死了 拉麥呢 180歲的時候呢 娶了以諾的兒子 他阿叔 以諦薩的女兒 雅薩木呢 那他就懷了人 那些名字呢 是很容易混淆的 那這裏所說的拉麥呢 其實已經是轉了去 塞特後裔的了 就是說以諾的兒子 馬土薩拉的兒子 拉麥 拉麥呢 是生羅亞的 那所以這裏所說的 拉麥 180歲的時候 娶了以諾的兒子 他叔叔 以利薩的女兒阿實木 他就懷了印 所以那些懷孕呢 是羅亞來的 是羅亞來的 他說第十二節 那時候呢 人種地在地上面 但是食物就極少 但是呢 他們沒有離開他們的惡道 依然呢 是半亦背禮神 背半神 是那時候 拉麥的妻子 懷孕 生了兒子 時值一年 第十四節 馬土薩拉呢 給他安名 叫做羅亞 就說呢 在他的日子裏面 地上安揭 沒有敗壞 他爸爸拉麥呢 給他起名 叫做米拿干 意思就是說呢 他必為我們操作 和手上的老虎 安慰我們 而這個操作老虎呢 是因為耶和華奏作了地 而孩子漸漸長大 就是斷了奶 走他爸爸 馬土薩拉的道 在神眼中 捍衛呢 是完全 和正直的 所以 當人在地上面 魚女多起來呢 就是偏離了耶和華的道 他們彼此去教導 怎樣行惡 得罪神 是沒有停歇的 人人都為自己製造神 略奪 搶奪倫舍 親族 敗壞地上 而地上充滿了強暴 可能就包括了殺人 而他們的首領和審判官 這裡所說的 其實呢 就是墮落的守望者 隨己以憑勢力強 憑勢力強取人的妻子為妻 而在那些日子呢 人又交到牛 羊 家禽 彼此交合 這些呢 都是墮落守望者所做的 為了要惹動耶和華的怒氣 神觀看這個世界 見到盡都敗壞了 凡是有血氣的人 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 人和盜物呢 都是這樣 第十九節 耶和華就說了 我要將所做的人 和走壽 並昆蟲和空中的飛鳥 都要從地上除滅 因為我做他們後悔了 在那時候呢 凡遵行神的到的人呢 都已經死了 即是說 塞特加的人呢 已經死了 這個就是在耶和華宣告降災禍給人之前 其實是因為 出於耶和華 令到這一班塞特加呢 不必見耶和華 將要降的災禍的 所以我們能夠明白 耶和華他雖然呢 他會發動世界末日的 但是神呢 耶和華神呢 是會拯救那些 相信他的人的 所以這裡再說一下 凡是遵行神道的人 這個塞特加呢 是死了之後呢 才輪到這個災禍 臨到這個世界上的 好了 到第21節 羅雅在耶和華眼前夢恩 因為神挑選了他 和他的家人 要在後來的地上 凡顯眾多 好了 我們今節呢 就說到這裡先 因為跟著呢 我們會去再說呢 就是以樂書 和希連書的 那為什麼 要看這些文獻呢 我們不是說 數學和科學嗎 其實呢 我們呢 要從一些文獻裡面呢 首先去發掘一下 究竟有些什麼 在大洪水之前呢 是有講明的 那創世記呢 就是第四章呢 是只有這麼多的 那所以呢 我們只能夠 從以下幾方面 幾方面來著手 所以就是 雅薩爾書 以樂書 希連書 那其他外面的東西呢 就是有地球簡史啊 蘇美黎版啊 以及牽涉到其他的宗教的 那這些呢 都在日後呢 再去跟進了 那但是呢 我們今次呢 都是呢 講回一個總結 就是呢 數學 和科學的態度呢 是有分別 就是神喜悅的 和神不起悅的 神喜悅的 就是我們透過觀察 欣賞 大自然的創造 從而參與 管理大地的工作 這個都是侍奉來的 並且呢 我們呢 就是讚美神的創造 神是喜歡的 而另一方面 神不喜歡的呢 就是透過挑戰 反抗 叛逆神 從數學 科學當中 來挑戰神的權威 包括例如是 聖上學 占卜 巫術 草藥等等 這些呢 都是來自墮落的 守望者 那剛才說了一點點 然後呢 我們之後呢 都會繼續去講 以樂書 希連書 和其他的 文獻 或者是一些泥板 都牽涉到科學和考古的 好了 今節呢 就先講到 主要呢 就是講 神喜悅 和神不起悅的 數學和科學的態度 這個內容呢 放在互教專頁裡面的 好了 我們今節呢 就先講到 我們邀請你加入我們的Discord討論區 我們邀請你分享讚好訂閱留言 是我們的護教專頁和Youtube Channel 我們是聖經的格 我們的使命就是 聖靈根身 活出聖經 合一榮神 好了 我們今節先講到這裡 祝福大家